大家好,我是阿翔,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犯罪心理第210个案子。 加州纵旅前市,车子抛锚的女侍主在垃圾桶发现一具男性残尸,尸体只剩下躯干部分,四肢和头部被切除无法快速确认身份,而当地还没有关于男子失踪的报道。 掩盖身份信息的碎尸通常是为了反侦查,表示凶手与死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,且将尸块丢在闹市区还不引人注意,说明凶手非常熟悉周围的环境。 简单分析了案情之后,BAO前往案发地,飞机上加下传来被害人身份的确认,死者是一名28岁的地产经纪人,与前妻离婚半年,昨天他没有按照约定时间来接女儿上学,前妻刚向警方报了失踪。 由于死者离婚前曾有过酗酒和家暴,警方一度将前妻列为嫌疑人,但根据犯罪统计,极少有女性凶手选择肢解,即便是买凶杀人一般也不会,只是一个女性对离婚的前夫这样关心也实属少见。 警方随后查到,死者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一个脱衣屋酒吧,于是小组分头前往警局、酒吧和现场进行调查,而就在他们落地前,第二具残尸在一个停车场被发现,暂时无法确认身份。 艾米丽安排瑞德照顾死者的女儿单独与她的前妻交谈,女人看起来非常伤心,看起来她对前夫仍然十分关心,还有一定的感情,离婚原因主要是戒不掉的严重酒瘾。 而这一说法随后得到酒吧老板的证实,死者喜欢喝酒,但从来不闹事,也不招惹女人,而总是一个人喝闷酒。 昨晚他比平时离开的要早,凶手是不会知道死者提前走,除非他们是偶然碰上的。 老罗和沃克判断死者是被随机挑选,且很可能是被凶手设法带走的。 另一边,JJ和卢克在现场发现,二号死者植入了心脏监视器,并借此确定了死者身份。 一名32岁的单身店主,与第一名死者唯一的联系是,他们都刚经历了感情变故,因此凶手的目标很可能是有感情问题,借酒交仇的单身男性,酒吧就是他最方便的受力场。 马克和比尔是一对正在闹分手的同性夫妻,比尔受不了马克总对他的朋友指手画脚,打算和两个闺蜜搬出去住。 这时电视上播出了两名男性被害的新闻,比尔听了有些紧张,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分手的决心。 尽管马克苦苦挽留,不断用各种物品唤起两人甜蜜的回忆,但最终比尔还是毅然离开了家。 法医查出,两名死者都曾被人下了迷药,不同的是,一号死者是死后才被肢解的,而二号死者被砍下私肢时甚至还活着。 这两种操作不可同日而语,前者可能只是为了干扰调查,但活体肢解难度非常大,凶手有明显的虐待狂倾向,能从肢解行为中得到快感。 当晚又一名男性被害,残尸被丢在人口更密集的社区,而警长发现,三起案件的七十点都在一个同志社区附近,认为凶手很可能是仇视同性恋者。 但B.A.U.却认为,前两名死者都是直男,只有第三名是同性恋,且从伤口来看,凶手对这名死者没有更严重的伤害,如果只是为了获取快感,那么杀戮手段只会不断升级。 也就是说,凶手的主要目的不是纯粹发现愤怒,而是想引起公众恐慌,特别是针对同性恋的圈子,他最终的目标或是他本人,很可能也是一名同性恋者。 死者的妹妹也怀疑,哥哥因为是同性恋而遭到报复,他虽然很早就出柜,但与人一直非常谨慎地交往,绝不会和不信任的人一起出去。 这再次证明凶手应该是一名同性恋者,使得死者降低了警惕性,他本人应该不算太强壮,需要下药来控制男性被害者。 砍下死之后再砍下头颅,代表对身体的绝对控制,从中获取巨大的力量感,也意味着他在有意识地否定人类的特征,是一种抹杀人性的行为。 凶手对目标的选择具有随机性,但外表都是接近金发的销售体型,有一定的偏好,说明死者很可能是某一个人的替代品,例如前任、配偶或者情侣。 在释放杀人的冲动前,他可能再用非暴力的方式控制另一半,但最近他遭遇了情感挫折,为了找回控制感,他增加了谋杀次数,酒吧和俱乐部成为风险最大的地方。 媒体向公众发布了警告,由于案发点离家不远,比尔不由地担心马克的安全,再三犹豫后决定回家提醒他一声。 马克非常高兴,想尽各种办法修复两人的关系。 而这时比尔看到了新闻,得知死者竟然是自己的一个朋友,不免更加紧张。 马克趁机甩出唐衣炮弹,各种甜言蜜语加温柔体贴总算劝得比尔暂时留下,但他不知道在刺卧的卫生间里,带血的凶器赫然躺在浴缸里。 警方利用媒体大肆宣传,希望引起公众的警觉,同时让凶手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,可能会让他露出马脚。 但这无疑也会刺激地进一步挑战警方的底线,对下个目标出手。 比尔又分析,这样一个自信的虐待狂杀手,在生活中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自大和控制欲,甚至逼得另一半与之分手。 家下立刻筛选了本地离婚的同性夫妻,但他们都已经搬走,并不符合作案条件。 何况仅仅是闹分手或是取消订婚,都有可能激怒凶手。 案件暂时没有进展,但个个同志酒吧却没有因为新闻就停止营业。 比尔睡醒后再次偷偷离开了家,虽然又滚到了一起,但他从心理上还没有完全原谅马克。 转头到酒吧和好友韦斯聊天,谈起刚刚遭遇不幸的朋友,心软的比尔觉得非常遗憾。 但他不知道,马克此时正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。 比尔离开酒吧后,马克就找上了韦斯。 为自己过去干涉两人来往而道歉,可韦斯却并不想理会这个控制狂,但他还是希望比尔能够幸福。 在马克诚恳的道歉下,两人又喝酒打破了僵局。 可没过多久,韦斯就觉得昏昏欲睡,随后马克将他扶进车里残忍地将其杀害。 在无法筛选到嫌疑人名单时,BAO再次使用了老办法,为受害人举行了公开的悼念仪式。 如果凶手与死者有一定联系,很可能就会出现在仪式上。 马克跟着比尔也参加了葬礼,但比尔对他身边的男人却一无所知。 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极其克制,没有露出任何马脚。 为了稳定比尔的情绪,马克一再求他回到自己身边,并承诺一定会做出改变。 不久后,韦斯的尸体被发现,这次他的海军名牌就放在尸体边,凶手不再试图掩盖死者身份,甚至希望自己的目标能够知道。 由于被害人身份明确,家乡得以迅速查到韦斯的社会关系。 他一年半前才搬来本地,除了在外地工作的男友小黑,没有任何亲属。 BAO决定公开凶手的详细测写,一方面扩大调查韦斯的社会关系,一方面征集更多的目击者。 果然不久后,一个昨晚和韦斯临桌吃饭的男人提供了线索。 韦斯经常到利贝卡酒吧,昨晚他是一个人去的,但午夜的时候他曾和一个男人聊过天。 韦斯的男友小黑提到,昨晚他们本来一边通话一边用餐,但韦斯却突然打断,说自己的朋友比尔需要安慰,他最近遇到了感情问题。 沃克觉得这是一个关键信息,于是追问详细情况,但小黑并不十分清楚,只知道比尔的未婚夫非常难缠。 为此比尔自己租了个房子打算分手,老罗感觉他们离凶手不远了,于是让家下找出仪式上比尔的照片,很快利用人像识别确定了比尔和马克的身份。 而此时比尔还在天真的和马克约法三章,要求自己搬回来后马克不能干涉自己交朋友,马克为了留住比尔无论说什么都照单全收,但比尔的心情还是很沉重,毕竟他接连失去两个好朋友。 马克听后却有些不爽,抱怨为斯昨晚不该去利贝卡酒吧,比尔一听这家伙老毛病又犯了,大晚上还在跟踪自己,气得立刻就想摔灭而去,可结果可想而知。 家下查出,马克的父母在他六岁时就离婚,之后马克就在父亲的肉店长大,父亲经常喝得烂醉,小马克不得不代替他屠宰,剁肉,直到母亲获得复养权。 在这期间,马克从心理上被遗弃,转而在屠宰的过程中得到了快感,残忍和杀意早已深埋心中,这种杀意通过控制比尔得到了抑制,直到比尔提出分手,严重挑战了马克的控制欲。 他释放了内心的恶魔,把人当作牲畜在割,在获得杀戮快感的同时,也试图利用恐慌让比尔恐惧,从而回到自己身边。 但这种关系缓和只是暂时的,比尔很快会发现马克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。 随着他们关系的进一步恶化,马克的行为也越来越大胆,大张旗鼓地制造公众恐慌,逼迫比尔回家。 如果说第一次杀戮是发泄愤怒,后来则是控制欲的极端膨胀, 而这种关系的终点通常是另一半因为拒绝而赔上性命。 果然在比尔又一次试图离开时,马克失去了最后的耐心,他承认是自己杀了所有人,而这一切都是比尔自己的错。 他将比尔打晕绑起来,准备用毁灭他来实现最终的控制权,但这一次他却没能得手。 被捕时,马克甚至还强调他和比尔已经登记结婚,而夫妻一方不能上庭作证。 但瑞德告诉比尔,马克曲解了这条法律,配偶不得以双方谈话作为庭上的证词,但不包括一方对另一方的伤害。 他虽然无法指证马克伤害别人,但却可以控告他伤害自己。 但此时的比尔还处在巨变的迷茫之中,他一直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,努力想做得更好。 虽然感觉到马克不对劲,但根本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 比尔是不幸的,但同时又是幸运的。 他温柔善良,最终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,总有一天能从悲伤中走出来。 诚然,我们总会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一面,强制控制欲的黑暗本质是, 被害者通常意识不到自己遭到了控制,以为不断改变自己是为了维护一段美好的关系, 甚至总是责怪自己没有做好。 情感PAO的作用确实非常可怕,有道是爱情让人盲目。 但真正可贵的是,在爱情中我们仍能保持自我, 而尊重和支持你做自己的,才是真正爱你的人。 好了,以上就是犯罪心理第十二集的第十二集。 解锁更多精彩的重口味、虐心、暖心的小故事。 欢迎继续关注本系列更新,关注大雄观影, 更加期待你的一键三连。 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